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呢老师要讲解的内容是 怎样读书和看报 首先呢我们先来想一想 自己在平时时是怎样读书和看报的呢 老师呢找了几个古人的例子 来看一看古人是怎样看书的呢 我们来猜一猜这是哪个古人的方法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投悬梁追刺骨 这个呢应该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种方法 经常会父母或者是朋友会说 如果你再不好好学习 考试你就应该考不高分了 那么你就应该投悬梁追刺骨 来自己自己好好学习 那么其实这个故事呢 是讲的孙静和苏静的故事 他们为了好好读书呢 防止自己睡觉 就把头发呢绑在了房梁上 拿针呢来扎自己的大腿 所以呢就流传了这样的一个读书的方法 来表达自己刻苦努力 刻苦读书学习努力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囊银硬血 借助萤火虫和血微弱的光来读书的 是哪位古人呢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不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有电了 那时候晚上读书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呢这个古人就想到了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借助萤火虫和血的光芒来读书 那么他讲的是谁的故事呢 是车印和孙康的故事 下面我们来看尾编三绝 那么说到尾编三绝 同学们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尾呢就是用牛皮编的绳 编呢就是编织 三是多次 绝是断 意思就是这位古人呢 学习读书非常的努力 多次的翻断了用牛皮做成的 用牛皮绳做成的书简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是哪位古人这么刻苦努力呢 原来是孔子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 城门力学讲的是谁的故事呢 是杨石的故事 那么城门力学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为了请为了向老师请教问题 而在大学中等了很久 表示的表达的是一种刻苦努力 对学问的钻研的一种精神 好了看完古人的读书方法之后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看书 首先呢我们要养成习惯 养成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形成没读习惯 实验表明呢 朗读每分钟最快能大概是200字 而朗读每分钟最快可以达到800字左右 甚至还会更多 这是因为呢在朗读时呢 文字是不需要通过听觉而直接是由视觉接收的 所以朗读的速度呢要远远高于朗读 下面我们再来看形成的第二个习惯就是总览习惯 那么采用对文章结构总览和整体认知的方式呢 既可以加快阅读速度 又不会影响对文章内容的理解 所谓整体认知呢 就是说一瞬间去辨认一个短语 一个句子 甚至是一两行的内容 从整体上理解它的意思 一旦形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呢 我们的阅读速度将会大大的提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掌握汉语结构 在汉语句子当中呢 词序和词的搭配一般都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我们说到发扬的时候 经常会跟精神还有传统搭配 我们经常会说发扬一种精神 发扬某种传统等等 这样的短语呢 这样的词语搭配构成了动语短语 掌握了这些搭配习惯 阅读活动时呢 就会变得轻松流畅 这是因为在阅读材料当中出现的字词句 越是在读者的意料之中 认识和理解的难度就会越小 所以掌握汉语的搭配习惯也是提高阅读速度的重要条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阅读习惯 就是当我们拿到一本书或一份材料时 你可以先看开头的两段 接着紧看以下各段的第一句 然后呢将最后两段逐字逐句的读完 这样就可以避免把时间花在实际上并不需要阅读的那部分文本上了 而且可以让你快速的掌握所读的文章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习惯就是浏览的习惯 这种方法其实适用于阅读报刊 还有短篇小说 以及内容比较简单的文章 即需要贩读的书籍时 那所谓的浏览就是说 读书视线快速的移动 扫视读物上的每一行字 但是呢只注意每一行中的少数几个非常重要的字 同学们 这些习惯你都掌握了吗 我们下面再来看最后一个习惯 就是养成分析句子的习惯 那文章是由段落和句子构成的 我们在速读的过程当中 一般要养成分析句子 寻找句子主干部分的习惯 一个句子中的重点部分呢 往往表明了句子的主要意思 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析出句子的重点部分在哪里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种的 同学们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种的阅读方法 那就请你拿起自己喜欢的一本书 利用老师刚才讲到的方法来读一读吧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到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了读书和看报 那怎样读书和看报呢 我们就要养成这几种习惯 第一种是养成没读习惯 第二种养成总卵的习惯 第三个呢是我们要掌握汉语结构和一些词语搭配 第四个呢是要养成预读习惯 第五个我们要养成浏览习惯 最后呢我们还要养成分析句子的习惯 好了同学们这些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